山君 莫芳月为你领来 我就要他带路 气息平稳了很多 我早就听闻避苍王骁勇善善 今日一见 这一身的英气 着实令人佩服 只是再好的弟子 也经不起王爷如此折腾 王爷就算是为了灵界 也该好好保证自己的身体 一番客套话说得如此能听 有劳神君 他是最后的上孤身 行侄 他说他不是行云 行云 行云已经死了 不问过去 不问将来 不是我自己说的吗 我还要在此地多待一些时 千年未曾来过这儿了 也不知道变化如何 我需要在这儿勘察一下地形 方能进入徐天渊 重塑封印 之后 还得劳烦王爷 亲自为我带路 你也挺多的 您应该要干净 让他带路 对他身体 哎 让他带路 并无妨害 多活动活动 也有利于身心 沈君 莫方月为您领来 我就要他带路 我来带路